师尊 我们找到仙缘了 小火凤的一分仙缘 已经进入火黄域了 这一分仙缘 是我们在剑种的 上古梧桐树树心中找到的 凤其梧桐 本就是古往近来的道理 之前还真没想到 想必另外八分仙缘 也在三间那处 梧桐树外的上古梧桐树里 散落的仙缘 灵力太弱 无法自主回归 只有这火黄域 能吸回小火凤的仙缘 也就是说 我们只要可以找到 其他的上古梧桐 我们就可以找到 剩下的仙缘 上古梧桐得天地灵力所生 我所知的倒有三处 一处是妖狐一族的圣地靖幽谷 一处是紫月山九渊煞狱中 还有一处是前天地 陈辉曾经修炼的地方 桂须山 其他几处只能继续谈查 既现在我们已经知道 三处上古神树所在之处 那找到凤与仙缘 岂不是很容易了 掌教师子 虽然你已尽神 但是你答应过我的事情 可别忘了 我与你这卦名弟子立了约 老夫岂能忘 等小火凤的仙缘重聚 你必得偿所愿 只是此路凶险重重 就看你的圆法和造化了 这是为师晋神前运出的仙丹 祝你二人提升仙力 日后仍莫望日日修炼 多谢师尊 阿晋 这遮天伞是为师自修仙起 便带在身的法器 此伞 半神之下无人可损其半分 为师今日就送给你 护你周全 多谢师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ω 若肉臣消蓉不存 纤缘无所归依 那是萧火风 真的就回不来了 徒弟啊 一须快些 托儿明白 起步 大则山好久没有那么厉害 师尊仍然真好 近身上神有那么多人来道贺 掌教师尊这么厉害 为何你像个废柴 我怎么像个废柴啊 凤铭 你也来了 是啊 我是同凤银长老 来向东华仙尊道贺的 我看蓝风帝君 还有天宫四仙尊也道了 你可知 天宫的私职选拔 马上就要开始了 这一次 可是有位高权重的私职职位 正空缺着呢 我就不去了吧 你也知道 我对这些事情向来不感兴趣 那好 那我便不拉着你 去他们跟前露面了 告辞 告辞 天宫四职 是所有仙君都可以去吗 怎么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叫跟我有什么关系 我在人间画本里已经看过了 若是想要复兴水泥兽一族 必须要在天宫中 谋得一贯半职 这样才能在仙界有话与权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 给我们水泥兽一族 谋得更多的好处 你哪还有什么水泥兽一族 不是跟你说了吗 都没用 以后会有的 反正会有的 我现在很有信心 毕竟已经找到了 凤银的一处先缘 再集齐所有的先缘 我们就能解开主步器了 到那个时候 我就可以 好好振兴我们水泥兽一族 行 今日的仙君这么多 卷先录 倒是能拍上了 这是什么 拿来看看 卷先录 我要把我所有中印的仙君 全部记在这个上面 什么也没有啊 你懂什么呀 还没开始呢 我定要责到一个 仙力最强 颜值最出众 品质最好的仙君 来自我的仙人 这么厚 你要写多少 是个狠人 二位仙君 小女可曾是与二位见过 似乎是在上辈子 似乎是在上辈子 不知二位仙君 可否将性命告知于我 你朋友 好 笑屁 人都被你笑走了 你从哪儿学的烂搭善术啊 蠢死 走了 仙君 这位仙君 我们似乎 这么多人有什么主不起啊 伤害把别人不知道是吗 你倒是什么人都敢乱搭善 你知道这个人谁吗 谁 我还以为是谁呢 原来 是许久不见的废物二十祖啊 林峰公子好久不见 告辞 身边还跟了一个 仙力低微的仙仆 不过呢 倒也般配 想当年啊 这废物主子 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如今呢 这废物仙仆 痴心妄想 想要拍上高知啊 上梁不正下梁歪 自己什么身份地位 做什么事情不知道吗 他为何在别人家里 满嘴烹粪啊 过臭至极 你是谁啊 你主人是谁啊 谁知道你是谁啊 怎么了 交个毒辫 以为自己很独特 有趣 走 你一个区区的仙仆 不好意思啊 刚才是我这师妹 有眼不识泰山了 我来给各位介绍一下 这位乃是万宜山大少 林峰少女 要论这实力嘛 实话实说与我相当 大家都是草包 不值一地 但要说这吹牛皮的功夫 那我可就比不上了 咱们林峰大少 那可是翘楚中的翘楚啊 古静 你 你什么女 你知道你现在在哪儿吧 你现在可是在我大泽山 你倘若再胡说八道 我随随便没一句 林峰打我 是大泽山上下万千子弟 一人给你一脚 你能站着走出这山门吗 他们快走 你给我等着 真该摔抬头之事 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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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神奇啊 你们也来了 师兄 师兄 拿来 拿来